Hello 大家好 莎姐 今天不要說一些不開心的事 說一些開心的事 因為今天真的很不開心 莎姐 所以說一些開心的事 我之前有個網友說 因為我之前說過 如果確診感染的人數多過50萬 縣角位就說140萬左右 如果多過50萬的話 一萬元出來就等於我兩個月的生活費 那網友就很奇怪地說 五千元一個月? 那你很節省 所以我跟大家分享 莎姐那個月的花費是怎樣花的 首先 我自己每一天 基本上沒有特定的 但是會大概有個概括 限制自己吃東西的方面 一天三餐我都是外出吃的 我通常會限制自己 一天用一品分做食物 好像我自己早上吃不到當勞 我通常就不會要整個套 因為麥當勞可以包有飲品 就可以帶上車子吃 我通常是包加杯凍奶茶 這樣就20元左右 是20元左右 餐廳大概是50元左右 然後晚上那一頓 大概有時是三送飯就30元 因為我們樓下那邊 商場有車子送的那些 它是很便宜的 三個送一個飯都是30元 那就是一天 有時候說今天這樣 未必想吃飯 剛剛看到麥當勞 剛剛今天早放 5點50幾分 吃下午茶餐也好 一個包一杯飲品 20元就可以省10元 理論上 一天100元吃飯 一個月大概3000元左右 但星期六日 基本上我沒有吃那麼多 因為我通常睡得很晚 星期六日 可能是11點才起床 在家裡 因為我外出吃飯是要去很遠的地方 除非是最近的地方 都要走10分鐘左右 最近的了 我屋遠商場就要走15分鐘 是最近的了 即是我來回最少都半個小時 就算我趕過買回來 來回走都最少半個小時 再加上等東西吃 如果真的吃完 我當我去家裡來客商場吃 我來回走半個小時 然後等東西吃 再加上等東西吃 你來回一個小時 還不要計算我再去跨區吃 所以我通常會熬到 如果我可能會去到三點 三點多四點 就會去跨區吃 吃飯就會吃飽一點 或者再買一個小包 那天就完成了 所以星期六日未必花100元 一個月有四星期 四星期紅日 大概是8天 那時候大概是約800元 我通常都是花500至600元 所以可以省多200元 那屋租 因為我這個小單位 只有1000元以下 連租金和猜響 但現在因為經常都有免猜響 大概是800元左右 加了租金都是800元左右 那上網 電話費 這樣加起來 我想 我當是1000元屋租 如果上網、電話費 加上電費 除了夏天特別貴之外 基本上都1000元就可以了 那這裏已經是約5000元齊 那如果再買衣服的那些便是另計錢 那你說那些什麼廁紙的那些 那些不多錢 因為一個人 一條廁紙 我大概都用兩 看看 我基本上一卷廁紙 就好像用一個禮拜多些 當然沒有肚子 肚子真的 幾多都不夠用 說著沒有肚子 一個卷廁紙用一個禮拜 十卷就大概兩個 兩個禮拜 不不不 一卷廁紙用一個禮拜 十卷就兩個月 兩個月 一條就兩個月左右 那你也是兩三個月才買 就不用買 就不用買 如果我自己需要買一些特別的 可能我那一陣子想買一個櫃 好像今次買一個書架 五個水就不需要特別 Ot做事的 不用多一轉工 但是如果我想買一部新手機 可能我想過兩個月買一部新手機 那我就可能這兩個月要做多一點 因為其實我現在是一三五上班 二四基本上上班很少 我只需要一段時間 所以我基本上是看一三五 那如果我想買東西 那我就可能二四會再回去旺角那邊做多幾個小時 整個package就是這樣 那你五千元其實不是很難 對沙仔來說 因為我本身的時薪都不是最低工資 大家知道一定不可能 那如果五千元 我除回 對 因為我平均來說 我是接近差不多一百元一個小時 那如果我要保持五千元的 除回一百元一個小時 就五十個小時 五十個小時除回七日的話 不是七個小時一日的話 我也是回七日工 我就可以保持一個月的洗費 所以為什麼你會覺得 為什麼沙仔好像 好像說到自己很有錢 一年最少一轉日本旅行 就是因為我不是我賺得多 是我懂得怎樣去節省 那我又不會說 好好節省 好節省好節省 我覺得這些是很正常的洗費 對我來說 我又不會覺得 要逼到自己很緊 有時候我都會吃 我可能有時候一個月 都會和朋友放縱一次 吃一次舖票 可能六百元一餐 舖票都會吃 有時候又會和朋友去吃火鍋 但是現在什麼都要停了 現在什麼都要停了 當然什麼都要停了 那那裡會節省 那你說搭車那些怎樣呢 因為我本身是有情緒病的 我搭車可以兩元 所以搭車這些是很少錢的 另外因為有雙殘腸貼 現在就加到二千元左右 所以其實為什麼 不時都會存到一些錢 就是這樣 因為我沒有說用一些很貴的東西 我上次介紹 我洗臉那些都是幾十元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幾十元就買到的 就不會說是幾百元才有小小的 或者幾百元才有小小的 那些就沒有的 也沒有說是化妝品這些東西 所以相對地洗費會便宜 是不是很誇張呢 其實最貴的 都是吃的 買衣服也會 但很少 我這件在日本買 好像都是幾十元 從來沒有買過 其實我很少買衣服是多過兩塊水 一件衣服 除了冬天的衣服 是有機會是多過兩塊水之外 其實所有的冷衣 這些裙子 是很少多過兩塊水 現在越來越便宜 我都很少多過一塊水 所以這個就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怎樣生活 大家可以作為一個參考 不是固定的 大家可以從而這樣參考一下 我可不可以在飲食方面 或者在哪裏 可以省一點 大家可以去參考一下 這次就說到這裏 拜拜